大馬路上一名女學生騎著腳踏車 一路跟在遊覽車右後方 疑似沒注意到路邊臨停救車 突然擦撞倒地 後方駕駛也趕緊停車 女學生自行爬起沒有大礙 但過了幾天 遊覽車司機卻收到警方通知 讓她一頭霧水 事發在慈喉下五點多 新北三峽民權街上 司機緊急掉了後車的行車記錄器 患然發現是女學生自己緊跟遊覽車 並自撞到微停救車受到情傷 卻報案說司機召逃 這項大白後她也無奈發文 痛批這同學是不要命嗎 大台車在走還一直緊跟在旁邊 是用生命在騎腳踏車嗎 還好意思栽贓說我撞你 畫面曝光後網友也紛紛留言 拿來的勇氣跟大車擠車縫 還有人建議司機直接反告 誣告 妨害名譽 更有人說最該被罵的是 那台違規轎車 被誣賴趙桃 所心有畫面佐證還給司機一個清白 也幸好後方駕駛即時煞車 沒有釀成更嚴重的傷亡 警方目前也繼續釐清相關 咒事責任 繼續由立場蔡山新北策訪報導